长官 我已经成功 你怎么了 我已经突破了我道德的底线 你亲错了 我亲的是那个短发的女孩 那个人才是大型的母亲 但是没有关系 数据显示 你亲了她之后 激起了孩子父亲强烈的嫉妒心理 让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现在他们已经在一起 大型顺利出生 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那我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好 让我们回到大型十八岁的时候 他正在报考大学 我已经帮他签好了 这个学校有我们的秘密基地 千万不要透露出来 只要让他签字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你上次也说简单 来 加个油 我们接个掌 好 再来一次 没有什么地方 感谢二位家长啊 为我们学校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 当然了 也离不开老师对孩子的孜孜教诲啊 不用懊悔 现在孩子这样也不能全赖老师 老师啊 你看我们俩的文化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大型这么优秀 我有时候都怀疑着孩子呀 到底是不是我的 当老师面怎么说话呢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呀 是谁的 孩子是谁的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孩子被保送到了哈佛剑桥 你们选一个直接签字就行 老师啊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孩子上哈佛剑那桥就多累啊 你咋那么没文化呢 哈佛剑桥那是两个专业 老师你看 我们对选学校也没什么经验 要不您帮他选一个吧 要我看呢 咱就帮哈佛 选我的 选我的 怎么玩意就选你的呀 这个学校才好呢 孩子到那学习呢 同享 挖掘机专业 小伙伙看看 这秘密基地怎么建造红墙了 这怎么让孩子去 这任务也太困难了 不是他谁呀 这是我们隔壁老王 孩子他王属 也是我和孩儿他爸爱情的结局 见证者 对 要不是当初他亲了我媳妇以后啊 都不能有现在这个好孩子 可是怎么感觉这孩子像被我亲出来的呢 孩子是怎么出来的都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赶紧把孩子的学校选了 对对对 这句话老师说到点上来 赶紧把我的学了 谁说要选你的了 你凭什么替我们家孩子选学校啊 就是老王 孩子选学校的事 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我不操心谁操心呢 孩子选学校 你们可不能糊弄啊 我们让孩子去哈佛进桥 怎么能是糊弄呢 你给孩子抱红香 那不是把孩子给坑了吗 我让他去洪祥 不光是学法学技师 是 还有专业器修 烹饪 水电汗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明白了 来我跟你说两句话老王来 哎不是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 我还想逗你呢 哎呀哎呀 哎呀孩子他骂你干啥呀 他搁这儿呢 挡得太酱了 我让孩子学挖掘机就这么难吗 不是老王 你在外边接工成了缺人是咋的呀 我儿子要上哈佛学建桥去了 用不上去那挖掘机 就算圆往儿时的一个梦想行不行 不行 哎呀哎呀哎呀 儿子 哎呀大星啊 你可算来了 快 哈佛进球你选一个吧 我选洪祥 其实我已经自学完了大学里所有的课程 包括硕士 博士 博士后 博士太后 我觉得在学习这些东西 已经没有任何的挑战了 我想在别的领域发展一下 哎呀发展一下 太好了 这孩子最聪明 哎呀还挺广 对不起了王叔叔 我恐怕也无法完成您儿时的梦想了 因为我真正想学的是美容美发 学啥都行 去你的吧 哎哎哎 任务完成了 你们聊吧啊 这孩子他爸妈 你们倒说句话呀 那就尊重孩子意愿 那就 洪祥吧 麻烦你了啊 走吧 这下课麻烦了 喂 校长啊 咱们的状元大兴去洪祥了 不是校长 你怎么骂人呢 哎呀 不是校长 我怎么还被开除了